解放军和美军在台湾海峡附近排兵布阵 台湾国防部周五上午说 中国战舰和战机已经越过了台湾海峡的非正式中线 中国东部战机40B5表示 它正在调动一百多架战斗机 轰炸机和其他飞机 以及斯多斯驱逐舰和复卫舰 美国国家安全发言人John Kirby新疑士说 美国国防部命令里根号航空母舰 继续在离台湾海峡不远的地方驻扎 这意味现在的拜登总统比在1996年的克林顿总统更加谨慎 当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克林顿总统命令独立号航母开到台湾海峡 周五上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推特上 发布了里根号航空母舰甲板上的 战斗机照片 第七舰队说 这是在台湾东南的 在菲律宾海进行的飞行行动 三舰队